張欣傑現在唱歌越來越穩定 他其實最近是很忙的 對 因為你店剛開 對 因為最近也是年底 有很多會去找表演 要加上 因為我小孩子還小 要怎麼回去都要跟太太交班 要顧女兒 對 還有就是 半夜起來餵奶 雜事很多 我晚上工作其實都是 比較晚下班才到家 還有什麼工作 還有羊肉汝要顧 那個其實是還好 如果有客人在的話 我們會去 稍微亂就躲在廚房幫忙 盡量不要出去就不要出去 那你還做什麼 還有做其他 我還有在演出 對 然後就做活動 人家是蠟頭兩豬 什麼叫蠟頭 豬頭好了 剛才豬頭 我們對 要欺負孕婦 我們對孕婦 他的思維 他已經有時候在打哈欠 他大概每隔一小時就要禁食一次 是 蠟燭兩頭手 來 王志平老師 欣傑這個歌也是瓜哥幫你選的嗎 這個不是 不是 OK 我選的是另外一首 沒有錢 下一次會唱 這個歌真的唱得真好聽 謝謝 我覺得你很適合唱這個歌 說真的我剛剛在聽你唱歌 真的整個人都被你的音符 帶著走 那樣 我覺得你就第一句 你就把那個感覺 你就唱出來 是你有這樣的經驗是不是 我覺得冥想 我覺得一個歌手跟運動員的冥想 其實是很重要的 像很多NBA 籃球選手 在休息室的時候 其實他在休息 在睡覺 他是在冥想 他等一下要怎麼打球 對 那我在 我剛剛在唱的時候 其實我就想 其實如果把 比較傻的講法會講說 可能就是真的沒有淹抽的日子 我們去唱這首歌去 其實我會 我剛剛在想說 就想要就真的在天安門裡面 高樓掛住 就看到一個太陽在打著我 但是我不能出去 就是沒有自由 對 OK 其實我覺得唱歌就是這樣 最高的境界 就是讓人家 聽的人是有畫面 那我覺得你 就是 你現在連自己唱歌 你都要先 就是 你要設想一個畫面來唱 那我覺得這個其實是 很好的一個方式 所以說唱歌能夠感動人家 讓人家有畫面 其實 你就做到了 謝謝老師 薛忠銘老師請 欣傑 我覺得我非常欣賞你 老師好 就是有的人對於歌曲的這個 掌握度 除了說我詮釋音樂之外 我覺得有去思考 思考音樂對這個裡面 能夠產生的一些概念什麼 我覺得你能夠講出這個 音樂的這個歷史典故 表示說你對這個歌是有研究的 研究一首歌 然後從而去 享受它 然後最後化為自己的想法去唱出來 這是很難能可貴的 而且這個歌其實 就是在副歌它其實有點漸層 詳調再詳情 它其實有一點點自我的一種 這種 疏緊 所以這個歌我覺得 在副歌唱就有這種感覺 情緒非常非常的悼悟 再讓你帶一點點 沙搖的情感 就感覺這樣讓這個歌 會有在它上面有做出一種生命感覺 我就一點小腳 就跟你分享一下 一點點小腳 就咬字稍微分享 思念沒有捲舌 灰色沒有捲舌 一履一濕 沒有捲舌 沒有捲舌 除此之外都非常棒 謝謝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抽菸 不是臭菸 臭菸 我們是遠住民嘛 對,慢慢的 對不對 沒關係,完全沒有影響我們 對 好可怕 張馨潔 沒有煙瘦的日子能獲得幾分呢 評審,請給分 能夠透過歌聲傳達心中畫面 分數來到89、90、91、92 小數點上升非常快 93 恭喜得到93.2分 成功未免四關 累積獎金8萬元 強勢壓盡 這是強勢過關 我們回顧今天的總整理 我們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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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感謝今天所有選手 帶來這麼優美的歌聲 謝謝 感動人心 同時也謝謝現場所有的觀眾朋友 謝謝 謝謝你們 謝謝 再次謝謝辛苦專業的 NO.1評審團 謝謝評審老師 辛苦了 謝謝 也要謝謝用生命伴奏的 孔鏘大樂隊 謝謝 謝謝老師們 謝謝 更感謝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 支持 別忘了每個禮拜六的晚間8點 鎖住民視 收看 台灣那麼旺 台灣NO.1